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Amy 在我身边的就是股市达人 郑瑞宗 郑老师 老师好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明天就要放端午节了 但我们今天精神非常好 不管大盘是绿绿的 因为我们的个股表现实在太强了 老师 大盘也还好啦 就点个20来点嘛 目前录音的时间12点52分 那指数大概点20几点 真的因为明天要放四天嘛 对 大家就抱着愉快的心情 准备要过端午节的假期 对 因为端午节前算数这两天稍微有拉回 但之前这一波 如果说你有操作到主流AI的股票的话 应该都是大丰收 那稍微经过两天的小整理 那我也说端午节变盘是没有依据的 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我们统计10年 端午节过后的5天有4成几率上涨 10天就拉高到5成 但是未来的20天有7成的几率要涨 所以我很乐观看待今年下半年的行情 端午节变盘大家不用担心 要变也是往上变 越变越好 对越来越好 下半年要挑战的是18619的这个历史的新高 所以这个虽然说今天量略缩到 大概3000亿不到的水准 但是卖亚有限 那强势的还是强势 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买最多的就是 饥渴股 AI饥渴股 没错 那这一组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以来 大概过去三四天以来 总共买了三档股票 分别是3693的银帮 那今天早上最高来到352块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新高价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是买297 然后这个三天的时间 好像不是上礼拜是礼拜一买 礼拜一297 那昨天涨停盘 今天再创新高 297到352三天赚了55块 所以这个是相当过瘾 一下子就快两成 然后那昨天我们在平凡附近买8210的秦城 买在大概140 141块左右 然后今天昨天也是收涨停 昨天就鸡客股就已经喷出了 今天早盘最高又来到了159块半 又创新高 但是他今天配息4块 你要把它加回去 所以今天高点是159块半 加回去是163块半 所以今天的价格其实是比你看到的还要更高 等于是当天就填息 而且又创新高 对 那昨天买140 141到今天163块半 就赚了22块半 这也16% 太厉害了 然后昨天我们是不是有说本来是没有要公开 但是后来我也公开的5426的振发 是5426的振发 对就是最便宜的饥渴股 对今天功效奖停 对但是不要看它便宜 人家去年也赚了1块18 所以其实基本面是有的 那刚刚也亮灯涨停 对啊 17.35 是 这也是创一个波段新高 大资金小资金都赚钱了 那前两天我们其实买的时候我就说15块钱的不到 是 然后今天已经来到17.35元 所以就是我们都尽量照顾每一个人不同部位 不同的资金水位的朋友 是量身定做 然后大获全身 对如果说你资金多的就多买点银帮嘛 是 哇这很开心的几乎是三天快两成 对啊 资金少的小资足 嗯 那15块的总可以买嘛 是而且还赚涨停呢 对那今天也涨停 是 所以这三档都喷出 所以这个家族成员在饥渴的这个部分又获得一个重大的胜利 哇太棒了 恭喜 所以Amy其实有在跟我聊天 他就说哇这几天都听到很多人在说什么AI的股票要拉回要拉回 涨太多了 对啊就大家说什么要休息了要拉回了 对那一来 没有看到这个现象 一来我就说其实AI的趋势未来十年可能有超过30倍的成长 是 换算成每年的负荷成长率是四成 但是它不会是平均这个样子吗 可能是前几年成长的速度最快 或许每年翻倍都有可能 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呢 光是本一笔的调升 其实这个股价我认为都还没涨完 尤其是国际那么多研究机构手上那么多的投资的资金的部位 是 有AI的股票的少之又少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里NVIDIA的法说都还不到一个月 那你说再短短一个月他们补了多少AI的股票 我认为相当有限 是 所以你看伪创的部分 今天这种大牛股 今天股价也是量灯涨停 近来已经涨到85块4了 对 所以你以为它的营收获利现在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 其实你看营收 5月份营收年参率还是-14% 第一季赚多少 0.06元 所以数字还是很不怎么样 那股价已经从大概40几块飙到八几块钱 其实就是反映AI的趋势 带来的一个本营比的调升 是 本营比现在拉起来之后呢 股价会整理一下 对 等到后面营收获利真的被AI带动上来之后 后面还有一波真正的主身段 是 所以我才是说 短线或许有一些股票是高点 那当然你操作上满就不要过度追高嘛 是 但是呢 AI的面向那么多 有做伺服器的 对 伺服器里面还有所谓的散热的 光通讯息的元件的 是 连接器啊 连接线啊 做机壳的啊 或者做晶片啊 做封装 做设备的 对 太多太多面向了 对 带动坐边很多 对 每一个族群 它的位阶各不相同 是 所以你要说AI的股票已经涨到高点快挂了 其实这个是言过其事啊 那就是说看你如何选择 是 高的你可以让它休息嘛 对 比如说 313的红数 休息了大概前后大概八九天之后 对 今天股价也又涨上来了 是 对 所以有些股票确实涨多会稍微休息 但是有一些股票它正在轮动向上 比如机壳股 今天就全面大涨 对 所以就是如何去掌握那个节奏很重要 是 但同时你要先搞清楚 主流趋势在哪里 是 那现在很明白的主流趋势就是AI AI 因为AI这一块它的 涵盖出来的职产业太多 范围很广 所以这些公司未来它可以吸到的资金量 非常非常的多 那主流都在这边 话题都在这边 那它就会把其他族群的钱都吸过来 比如说我记得前天有一天 军工股大涨 是 就昨天跟今天就整个又冷掉了 你说它题材不见了吗 也不是啊 你说它不好吗 也没有 军工股未来真的还不错 我也认同 是 但那个量无以为继 为什么 因为钱都在AI这边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就是说当然AI是一个太大的主流 说它会把其他的资金吸掉 所以我有等到AI稍微休息的时候 其他股票就可以电档往上走 所以主流很明显就在这边 而且这边有太多族群可以做轮动 真的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轻易的认为说 AI短线高了不要再买了 去买其他族群 你会发现说其他族群一最高 你才真的讨牢 所以 有道理 还是重点 还是要回归到AI的一个选股 是 那比如说刚提到了 三星三星的红数 它就是台积电先进封装的设备 最主力的供应商 叫COWS的这个制程的主力的供应商 那股价上次创612回档整理大概9天 快两个礼拜 那今天最高就涨到了572块 大概涨了也是45%左右 那我们当初买多少 买445 所以到今天大概是572 这样子也赚了大概 100多块 120块 120块 那看起来整理快完了 那如果说可以去 这波最高是612 是在6月8号 6月7号 6月8号前一天6月7号是掌停板锁在577 然后6月8号冲到612 当天打到电影板 我想这个A名应该还有影响 有我记得 就是收尼根非常大的长黑棒 就那根不但没有死 横盘整理越电越高 到今天那个发动的味道又出现 技术线型上呢 收盘价的最高纪录是577 如果说可以突破那一个位置 是 我们就认为技术线型上 已经有突破的迹象 那他很有可能就很快就会挑战612的高点 是 那看起来这个味道已经出现了 因为他是台积电的第一供应商 明年估计可以赚30到40块钱 龙头厂给30倍本宜不过分 因为创意四星都50倍以上了嘛 是 那红数我认为未来如果抓30倍 30块到40块的EPS你乘一乘 对 我这股价可能就还有倍数的空间 一只赚100多块等于十几万 那有十只不就瞬间短短赚了100多万了 是啊 而且我认为后面要赚的可能不只是一个100多块 可能还有好几个100多块 所以这个看起来也是蠢蠢欲动 是 然后3583星云是台积电的第二供应商 然后今天早上股价表现也不错 涨到了163块 那他是前天配息3块6 反而回去就是166块6 那前面的高点是171块半 其实这个都是在高档横盘离高点非常接近 是 我认为随时都会突破了 因为AI的需求就是这么强 台积电就已经在股东会说 我就是要扩产一倍 他名牌给你报的那么明确 而且他也确实赶快通知所有的设备厂商的供应链 说赶快备料我要扩产了 所以包含红素啊 星云啊 万论啊 相关的这些供应链 其实未来都会受惠 但第一第二受惠的就是红素跟星云 所以你要买就是买最好的股票 那这个行只要有行情你一定有钱可以赚 所以这个是在先进封装部分 是 然后散热部分跟机壳一样重要 因为机壳跟散热的这个元件 都肩负就是AI伺服器的散热的这个功能 那散热股今天8996的高利 哇很厉害哦 整理了几天之后 今天几乎又拉到快涨停板 创了一个335的新高 开始充满 335.5 那当然高利我们已经出了 因为我们当初就换 齐宏我们在215块买进 是继续赚 那我说为什么要买齐宏 因为呢高利今年大概7到8块 是 齐宏大概有机会15块钱 那明年高利可能10到12块 齐宏可能就2024块 所以他的获益几乎是高利的一倍 同样都是散热股 我获利是你一倍 结果你335 33330块钱 但是齐宏今天高档整理 股价大概是250几块钱 是 所以这个股价还有蛮大的差异 理论上我获利是你的一倍 我跟你同样族群 我股价不是应该是你的一倍吗 是 所以你330我应该660吗 但我股价只有250 所以隐含的意义就是说 那未来齐宏的股价空间会比较大 而且他第三家出NVIDIA的散热订单 所以这个利多没有真的充分反应 所以我们那时候买高利粗调 转齐宏买215 那现在大概250块附近 这样获利大概有40块钱 但是后面应该还有蛮大的空间 然后光中心最强当然就华欣光 我们一个月前买46块9 然后前几天最高是93块 拉回整理两天 今天涨上来最高92块 其实根本没有回到 非常的强势 那46块9到93块 我们总共获利是98.3% 几乎是一倍了 几乎就要一倍了 而且他高档真的也非常强势 其实跌都跌不下去 而且我一直强到重点就是说 你去回头去看 就是说这一波涨上来 投信根本都没有买 在法轮还没买的情况下 就已经几乎涨一倍了 这几天还有多少有做调节 然后Marvel是他最大的客户 从6月起他会陆续出货 因为美国的分析师就有报告说 这个NVIDIA崛起之后 Marvel是最主要的受惠者 之一的另外一家是Block Card 所以呢Marvel后面 他的光通讯的元件订单 会非常的强劲 所以我估计就是说6月起 Marvel会有一波非常大的拉获 后面业绩可能会好到吓死人 光是可能下半年第三季 营收可能会从新高 有机会再翻一倍上去 那明年就会是个 非常可观的一个成长 所以呢 以我对于本土法人的认识 他们常常在前面出生段 不一定会买 等到真的进入主生段 营收获利数字陆续开出来之后 他不会管你前面涨多少 他只管你后面还有多少空间 所以当数字开出来之后 后面可能越买越多 所以那时候可能又有一大段 所以前面这段已经赚了 接近100%了 后面或许还有一大段 所以这样股票可能真的可以 帮交流成员带来非常可观的波段的获利 那我帮听众问一下好了 40几块没跟上的怎么办 现在还可以上车吗 我内心的答案是可以上车 但是就是端午节过后 因为其实大家听到节目也已经收盘了 是没错 下个礼拜回来就端午节过后了 那其实我认为可以找机会上场 因为目前看起来 六月份的时候应该是相当乐观 所以这个股价应该是 完全还没有走完的一个走势 其实如果听众朋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或者说你现在空手 你有资金 你到底要选择哪一档好的话 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都有电话 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咨询 廉价期间也可以打电话 对不对 我们都会有专轮值班 对没错 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你有留言 我在周末时候有空 我也会看 也会回复给大家 所以LINE也要加起来 对LINE一定要加 因为盘中的文章很重要 对每天早上11点 对你等到盘后再听节目 然后隔天再来买 就像鸡隔股一样 哇 银帮跟寝室是差了十几%去 是 所以这差很多 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加入 张老师的LINE的官方账号 或者是跟着我们操作 是 然后呢我们手上呢 这几天也布决一档新的NVIDIA的供应链 我说8XXX 是 8XXX 那这档股票呢 今天也是亮灯涨停 哇 哪一档那么强 8147的阵灵 8147的阵灵 那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它是做连接系 连接线的 那它也是NVIDIA的供应商 是 因为NVIDIA下半年会有很多 这个AI的新的产品要出货 它就会带动相关 连接线连接器 光通信元件要做蛮大幅度的升级 是 那它就是NVIDIA的真正的供应商 那预估下半年新品开始拉货之后呢 今年NVIDIA产品会占它营收大概两成 那明年预计要翻倍上看四成 那就像我昨天说的就是说 重点是因为它比较中小型 那过去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 连接器连接线这一块 所以市场制造人并不多 但是并不多人制造情况之下 今天股价已经涨停满创新高了 所以姑且不要说我们前两三天买的全部都大赚 市场都还不是很清楚 它就已经这么强势了 你在骑涨前就先上车了 那市场真的开始讨论报道 法人出报告之后 后面才会有一段真正的加速的行情 所以我们已经赢在起跑点了 然后呢因为明年NVIDIA的订单估计翻倍 那营收站有率大概会从两成上看四成 估计明年至少赚六块 那这只是NVIDIA的贡献 但是明年会做AI的其实也不止NVIDIA 后面的订单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明年估计如果赚六块的话 一样我就说AI的趋势股 未来法人报告都会用明年的获利预估 我认为平均都会至少会抓20倍的本益比 所以你说6乘以20 那现在股价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 连80都不到嘛 所以我就说算80左右 6乘以20是120 但营养的空间是不是就有大概五成的空间 所以AI的趋势股其实就是说 当本益比在往上拉的时候 常常股价都有机会先涨一倍上去 那如果说法人未来陆续出报告 我认为法人未来会出非常多的 AI的股票的报告 到时候都会抓至少20倍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一波一波资金会一直进来相关的族群 所以我就说这个AI的题材 根本暂时还涨不完 你不要担心短线是高点 有些股票会许是高点 但有些股票刚刚要开始 所以你要去很有节奏的 跟着我们去操作一波一波的AI的表股 这一波就赚了很多的AI表股 我才会在这边特地推出一个AI表股班 真的 而且真的是一档接着一档 档档都大赚 因为大家就是说操作 帮太多投资朋友持股诊断 有些人持股你很难想象 超过50档60档70档的都有 这怎么顾啊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这里买 一直跟那道听途说到处买 所以说根本没办法 所以你这样操作是非常没有效率的 所以我们AI表股班就是带着大家 非常专注集中操作AI的股票 那操作的标的也不会太多 因为这是10年30倍成长趋势 这么大的盛事你怎么可以错过 你错过会遗憾终身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加入AI标股班 我会带你把资金专注AI 大买AI 对大赚这一波 比如说银帮 秦成 郑发有没有大赚 郑林有没有大赚 所以就是大买AI 大赚AI 所以欢迎大家来加入 那一样今天 如果你想加入AI标股班 来电前10名 有大折扣之外 另外再多给你一档 礼拜一要买进的低价AI的全新标股 2XXX 哦 礼拜一就会喷出的这一个低价AI标股 2XXX 现在此时此刻 来电的前10位听众朋友 享有双重好康 除了我们AI标股班的这个大折扣之外 直接再把一档送到你手上 等一下记得听广告了 因为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日宗 郑老师 谢谢你 大家端午节 周末愉快 听众朋友 节后会越来越好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打电话 拿起电话拨打这支专线 02-2362-8000 前10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可以享有郑日宗郑老师的 AI标股班的大折扣之外 还有即将在节后要喷出的 这一档低价AI标股 马上带你上车先转这一段 02-2362-8000 02-2362-8000 现在开始打电话进来的前10位 幸运的听众朋友 不但享有AI标股班的大折扣 马上要带你上车的这一档 低价AI标股 先带你体验赞这一段的机会 赶快拨打这支专线 02-2362-8000 还有郑瑞宗郑老师的LINE 也要记得加起来哦 LINE的ID是小老鼠 Stockmaster 找不到的或不知道怎么加入的 也欢迎你可以直接拨打这支专线 进来咨询 02-2362-8000 02-2362-8000 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过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